观众20早上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视频 我是张浩 在本期视频里面呢 回来走进Raymond Haber College of Business at Auburn University 这是奥本大学的雷蒙德·哈布特的商区院 在2022年美国的百强的商区院以及管理学名校排行榜中的 Raymond Haber的商区院并列排到第74名的位置 这个第74名的位置是一个并列排名 分别跟他并列的是Clemson University 以及University of Colorado 科罗拉多大学以及Clemson大学的商区院 并列排到第74名的位置 74名这个排名对于奥本大学的商区院来说呢 其实非常的合理 也并不低 其实它已经超过很多中国留学生一般能够接触到的一些商区院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本周内 因为Auburn University是坐落于阿拉巴马州的 首先这是一个基本上荒荣人烟的地方 也是一个美国的农业的大州 也是一个美国非常非常保守的州 大家懂我什么意思吧 就是红色的大州 好吧 你看美国的政客不是红色领带就是蓝色领带 为什么 红色的大州 阿拉巴马州 在阿拉巴马州呢 有一所商区院更加的强 是University of Alabama的Manderson University of Alabama Alabama大学的Manderson的商区院是 那是 那个可是奥本大学高攀不上的 那是在40多名的一所商区院 University of Alabama的商区院将近一倍的优势啊 就将近超了它整整一倍的优势 他也是美国第一个拿到了这个航空商业航空的这个什么无人机的飞行还是蓝色领带什么东西 而且这个我因为我是带商圈学生的 其实那些至于怎么开飞机啊怎么着 我不太关心 但是我关心的是什么 他拿到这个飞机的这些营业执道蓝色领带这些东西以后 他是跟他的department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就供应链管理和运营管理的部门有了很大的一个结合 这是这个大学一大特色 所以这个大学的供应链的项目和运营项目应该是非常强的 虽然我也没提前看 我们一会儿大家看一看这是能推算出来的 这个商区院的前身呢 仅仅是一个经济学的部门department of economics 那对于很多大学来说 它的商区院前身都是来自于一个部门的 最经典的就是普渡大学的现在的crackman的管理学院 前身呢 其实是跟工业 工业非常有紧密相关系联系的 我们依旧在今天可以看到这些大学 他从他的前身或他的之前的部门 一些影子 在今天的教育院和教育方案里面 而且美国的每个大学的商区院和管理学院 他一定都是结合当地的地理位置 整个大学的文化的特点 以及他擅长的别人 他的工业擅长体推动的 就比如说 举个最难的道理 哈尔滨工业大学什么最厉害 不用我跟大家说吧 哈尔滨工业大学什么最厉害 为什么 因为东北的重工业是非常的多的 对吧 你清华大学的理科 北京大学的文科 它为什么一直都这么多年都在这儿 它本身的底运基运在这里呢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考虑因素 而大学不仅仅应该是看综合性的排名 综合性排名其实在真正在以后找工作的过程中没那么重要 在美国生活五六年十几年的小伙伴都知道我说这一点 没那么重要 更重要的是什么 你所学的专业技能 所以呢 依旧会有很多学生来选择奥滨大学 我们今天呢 我就带大家一块走进这并列74名的 Auburn University的Raymond Hubbard商学院 一块看看这个商圈开设哪些专业 看哪些专业比较特长 哪些专业比较擅长 以及它的招收学生的录取标准 最后看也它的MBA的整体的教学的能力 以及学校毕业的学生的就业的口碑和就业的能力 这是侧面检验这个商圈非常重要的一点 好吧 画外屏幕切给大家 大家现在看着呢 就是 哎呦 我的鼠标上就掉了 我天 你们敢相信在2022年还有人用带线的是激光鼠标吗 办公室人都笑吼啊 Well 珊瑚 being conservatives right 保守点 保守党派一点也没错对吧 他就说的是 Why the Hubbard College of Business 为什么选择哈尔伯特这个商学院呢 The Hubbard College of Business is one of the country's most prestigious in a very anadymatic business school 他说 哇 这句话吹的 哈尔伯特商学院是这个 这个美国这个国家 顶尖的 高贵的 顶尖的大学 innovative 具有创新能力的 dematic 非常具有多元化的 这个dematic这个词其实中文很难进行翻译 它其实是一种非常的波动的 或者一种综合因素非常强的这种感觉 就像大家买那个BMW的时候 他那个BMW一般有一个词最早 这是五年前 十年前了 我没买过BMW 我也对着不感兴趣 但那个BMW的经常说 air demonic 空气流动性 它其实是一种波动的意思 air demonic 就非常 它意思就是这个大学非常的在风口浪尖的那种 demonic 这种 这种激情 四射的那种感觉 好吧 哎呀 这中文真是解释不过来了 Located in the art of Auburn Alabama We offer world class education in the world class community 哇 这句话说的 用了两个 world class 全球性的 全球性的 全球顶尖的教育 以及全球顶尖的一个团体的 社区的团体的感觉 With programs research centers and faculty that lead the nation Our campus is leadership hub that dedicated to guide you for the top of your field 哇 这句话说的 在对于这个项目来说 这个包括对于本身的像 research centers 调研的科研中心 这也是 这也是科研类 A类的大学啊 And faculty 以及教授的能源 都是在全球 在全国都是领先的 Our campus 我们的校园呢 是一个 leadership 的一个 hub 一个带领者的一个聚集的中心 Dedicated 为什么 为什么服务呢 为了你作为这个 在每个业界的顶先的 好吧 真的是一顿998的吹啊 真的是 真是挺能吹 We inspire excellency 哇 我们被优越所点燃 或者说我们带领的优越 结果一顿998 结果一看2022年 起薪才55000美金 虽然说 大家记得吧 那个University of Alabama 也是前50的商圈里面 唯一的 哦 不是 一个University of Alabama 一个University of Utah 就尤塔大学 阿拉巴马大学 是50名之前的唯一MBA 平均就业公司低于10万的 为什么 因为地理位置的因素 因为它是在大农村里面 就像这个 这个到底哼起来 就像 你在北京和上海就业 那能跟 我对中国不了解 随便说一个吧 比如说能跟 在阿富汗就业是拿的一样的工资吗 对吧 我如果这国内不了解 随便说一个别的国家吧 就是到底 地理位置 绝对了一个很高的就业和就业标准 你像在阿拉巴马这个地方 鸟都不拉屎 之前我老说这句话 有些人指动 我说 你不能说鸟不拉屎 好好好好 你们那鸟多 鸟多拉屎的地方 对吧 那么多人呢 对不对 好吧 那反正人 反正是有点人吧 至少阿拉巴马也没那么慌 但基本上 退去万步的时候 咱没法跟纽约比 没法跟芝加哥比 没法跟San Francisco比 没法跟Seattle比 这些城市比 对吧 它还是比较荒僻的地方 所以就业工资被拉到了5万5千美金 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 但是呢 对于国际生来说 其实这点挺亏的 因为国际生呢 你是不是以后工作了 给家里寄点钱啊 对吧 我但愿你们都有一颗孝敬父母的心 好吧 寄点钱 5万5千美金 别毕业了 工作了 还让父母救济你 那就不好 91%Frenchman Retention Rate 91%的本科的这个retention就是保留率 那你这个 这个 没这儿去啊 除了他就是Universal Alabama这两个大学 这个大学不灵呢Universal Alabama更不要他了 是不是 那够强 54 years of access in business education 这个商学院教育就失去了54年了 想想我们54年前还在干什么 想想他们54年前已经开始开商学院了 好吧 我们得奋起直追了一些事情 The gold standard of business education 这我说了 我老说的黄金标杆 黄金标杆 AACSB这个事情 有些人说的黄金标杆 中国没这个词啊 对 就是我 经常看到各个大学都以这个进行说法 这英文直译过来 叫Gold standard 叫黄金的标准吧 或黄金的标杆 ASSB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的商学院没有AACSB的话 你就真的要 好好的啊 赶紧考虑转个学校 你如果你在商学院里面 或者你好好考虑考虑你商学院的教育 到底是不是其他中介 忽悠你的进去了 我跟你说 这个ASSB商圈的认证太重要了 美国基本前100的商圈能叫上名字啊 都在ASSB里面的 好吧 这是黄金的标杆 The Heber College of Business is one of the 862 business schools 你看一共862所商圈都在ASSB里面 如果你的商圈没有在ASSB里面 那就真的是要好好考虑考虑了 但是这个依旧很难 因为全世界大概有13000多所商圈 我也有一个目标 把世界上所有的13000所的商圈都给大家录一遍 到现在为止 发现美国的还没录完80所呢 慢慢一步一步来 好吧 因为我是其实每年都会把这 每两年都会把这一千100所的商圈录一遍 因为商圈每两年其实还是有一个创新在这里面的 OK Fearer than the 5% of the world 30,000 business schools have learned this distinguished accreditation We pass ASSB rigorous criteria and standards quarter rating peer reviews and consultation every 5 years 每5年要重新审核 叫ASSB的标准 To ensure that we're delivering your relevant and high quality business education 而保证我能 我们学长能给到你的 是高质量的一个商业的教育的能力 这ASSB真的很重要 哇 这姑娘身材好啊 这阿拉巴马有一年 你是知道呢 阿拉巴马某一个大学啊 宣传片里面弄了一堆 纯白人女生就引起了很多的争议 这阿拉巴马这个州啊 真是 啊 哼 哼 什么堕胎法案什么的 大家可以看看美国的新闻 这个阿拉巴马州 永远走到风口闹尖着 在保守上面 我们来看看他说开招哪些专业啊 majors 哎 这是本科的学 这是本科 他首先开招了本科 开招了研究生 对吧 他在这个地方degrant program 你看本科 开 本科的majors and minors 然后 这边还开招了单一至一年的硕士的项目 然后还有MBA 好吧 是一个非常中规中矩的一个商学院 这有incoming freshman 这这关对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点 它说 你终于一直的haber college business ascending to alban university 首先你要想进到这个 haber这个商学院呢 首先你要先进到奥文的大学里面 就跟大家说了 这个大学采用了传统的先进入大学 然后再进入商学院的这种选拔的方式 也说前两年你的课程的实习 你的时间的这个项目 excuse me on the AUMH applications 也就是说在你开始申请 Auburn University的时候 你要填你的商学院做你的预修型的这个专业 或者准备型的专业 然后当你上完一天课程以后 你就会transfer internally 就在内部进行转移那个学院里面 当然学生也可以从外校申请进入Auburn University 所以说其实 这为什么你刚开始美国到大一的时候 你没考好进入顶尖大学 没关系 你当时在转 美国的教育就是这样的 给你机会 对吧 Enterwriting programs business majors 刚刚参加 Whether an incoming freshman pursuing second bachelor degree so transfer from Haber college of business Welcome to the start of your business career 不管你是来自 你是来准备第二修修第二学历 还是刚刚转进haber这个商学院里面 Welcome to welcome to the start of your business career 欢迎你加入到一个商业的职场发展的途径当中来 OK Our integrated business career will provide you with what applicatable skills that lay the foundation for success cross disciplines and industries 我们商界的学历会给你很多的可实践性的技能 然后展开一个商科的基础性的理论 跨不同的学科领域以及跨不同的工业的环境 所以这非常重要 Apro graduation 在毕业的时候 you will prepare to enter the global business world with confidences confidence as recognized or number of highly ranked business school 当你毕业以后 你会进入一个小的网络里面 来自于品尖的商学 这个大学的广告词写的呀 真的是挺厉害啊 Let me put that way 就真的是让我这么说它吧 真的是写的挺厉害 看他开中的哪些本科的专业啊 Counting会计学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公商的公商行动管理 Business analytics 商业分析 Finance金融学 Information system management 信息化管理系统 Management管理学 Marketing市场学和 Supension management 工业管理 这个大学非常擅长一点 就是这个购物链 我刚跟他说了 为什么这个大学 擅长购物链对吧 我们现在一点点看这个 我们来点开一个 因为这些像 Accounting Finance Management And Marketing 这是商科的四大基础性领域 这基本每个商界 每个商科都会开的 所以在这不涉及到 我们就不就不再千变一顿再讲了 我们大家一会来看看 他的购物链到底是往哪个方向偏的 我对这个本科这个项目比较感兴趣 因为跟他说的这个大学的工链 他其实是他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 majoring suspension management 工链管理 Betro Science in Business and Administration 他给你的学位是BSDA的权利 然后Supension management的major 你工链的专业 OK Supension management is a flow of goods and service 一个关于服务和货物的本身的流动性的 然后里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complex system 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 等等 demand for 你看他教的主要领域 你看他说的 analytic 他主要教的是 addition internship 实习 case competition 按理的竞赛 analytical products 分析的项 or deeper your proficiency 加强你在这方面的领域里面的熟悉度 demand forecasting 就是预判未来的供需关系 需求需求关系吧 准确一点 因为供应的话 就是supply 就是供应了 inventory control 就是这个仓库的控制 performance analysis 运营运转的公司运转的效率的分析 purchasing 购物购买 啊 这个你 你 有些女生喜欢购物了 这回得了 你可以去公司 你要花公司的钱给公司购买货 producing transportation 物流 storage storage and distribution 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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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distribution center 就是倉主和供货的中心 production 生产 supension planning 所以你看他这里面 有看到跟很多的一些加州的或者甚至华道 直接点了华道的或者加州的一些大学 就是华州大学 在Seattle 和加州的一些大学教的公共链 理念切进去是不一样的 看 所以这个为什么你真正了解这个事情 每个大学其实教的理论是不一样的 公共链这个地方 看到什么味道了吗 看到普渡的味道 对不对 普渡的以工科为背景的 普渡的原来的商务院管理学院叫什么 叫做industrial management 工业管理 工业管理 他为什么生产加工 他那种大洲生产加工 农业大洲 你跟他 你跟他讲科技 你跟他讲 你跟他讲创新 你跟他讲什么不是扯吗 你跟他讲加州哪一套 他给你举一举红色 挂一挂 president Trump的小旗子 是不是 你跟他讲什么 公共链里面的经验 全球第八 你看果然我一点我就知道这个项目 要强 我猜的 我真的是猜的 我怎么猜出来的 你想他如果公共链不强的话 他为什么会公共链相对推的比较强 他之前那个飞行飞机 包括运输等等零物件 波音公司的公共链非常强的 波音公司它的公共链里面专门在美国有些大学 是有那个波音的research center的公园 公园分析中心的 我忘了是哪个大学了好像是 好像是 Missory那个州那个那两个大学 一个是 St. Louis University 圣路易斯大学 还有一个是 Washington University 华盛大学在圣路易斯华盛大学 这两个 Number 8 全球在公共链这个管理这个领域里面教授的科学能力 全球第八 这个很说明问题啊 这说明很强 40 years of subscription education industry support 超过40年对公共链的教育 很多大学的公共链才刚刚起步 这个大学有40年了 Number 7 National ranking subscription managed program 全美排到前期的能力 very good 这个项目教的很好 我们看看他都开设哪些的课程 哇 他直接出了pdf了 果然是保守啊 wide 大红周 看眼睛念 看主要看 你看看那个加粗的 十大公共链方面的课程 所以这为什么 我说你前两年 你看 第一年第二年 你其实 根本不涉及到任何商科的专业 或者课程 都是通知性教育很少 所以这为什么你要转学的话 其实你就是把英语的这种课程上好 然后 然后这这些的该上好的上好就完事了 这些该上好的 这些英语的课程 数据的课程 这个表格我可以留着 到时候 到时候拿过来 跟大家以后讲那个转学的这个战略的事情 你看 就数据的课程 对吧 你到了大三才基本上刚开始上课呢 我看有猜的就写了什么 professional Dev什么 Dec- bạn Desoles meetings marks крут inscription f 这个purchasing就是采购 internship实习 global perspective全球的世界 spending electives 这都是选修的 performance management 供应链一定是跟运营是有极大关系的 所以这边有个performance management 很好这个我留着 我一会下载下载 留着干别的事情用 所以这供应链还是值得选择的 好吧 minor就不说了 选修的可以复修内的这些课程 然后steady board可以去全球 去其他的国家去赞赞赞赞 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去其他国家去赞赞赞赞 这很重要 看本科比业率哈 82%的就业率 本科有点低啊 说真的 其实还行 也还算不错 这本科的 本科的起薪五万四 哎呀 其实本科五万四也还行 说真的 何况他还在阿玛拉那个地方呢 对吧 91 91%的graduate school placement rate 这研究生的91%的就业率 天啊 这女的头像是动了一下 吓了我一跳 小伙子长得挺帅 长得不帅也不能搁着上来是吧 大家去别的国家转下去 这一看好像不像美国建筑风格 他就像课外活动还有很多 I'm ready for any challenges 然后14个program上面 300个校友 校友的给 300个校友的这个mentors就是 就是带领带领就是 mentors怎么翻译就是 回来带给你玩的那些 大佬们 大概就是一次然后400个corporate program canvass teacher 每年超过400多个公司来大学里面进行 招生啊 是可以 我们看看硕士吧硕士其实 先总体来看硕士开了还可以 你看他开了他把这个online单列转了 其实他没开几个 Accountancy the mass of accountancy 会计学的硕士对吧 避开的 finance 三个四大 四大基础理论 金融学 information system 新极化技术 然后就是 那个 不设计在国际上基本上 房地产 而且他这也不是一个 全 全职的 还有叫 unchemist 的一些要求 也就 开了三个 你看 会计 金融 四个 会计 金融 新极化系统和 供应链 重点在哪能感觉到吗 新极化系统和 供应链 我不信我们就一会儿看看 Accounting Accounting最简单就奔着CPA去了 看CPA的考核的过关率就行 看 Your next step forward futuring accounting Our mass of accountancy 他还给的是 MAC的学历 还是快计学历 非常好的学历 MAC学历 Blaster your research communication cretical thinking and leadership skills 然后交流能力 判断批判经分析的能力 Leadership Skills 和带领的能力 然后 然后 We are committed We are committed Insuring you pass CPA exam Be able to enter your workforce 这在进入 进入这个知道你们之前 帮助你把这个CPA数考过 We think prior to our student average cloud pass rate 我们非常为我们学长感到骄傲 平均的 平均的毕业的率 86% 在第1次 first attempt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高的 86%第1次 考CPA就考过了 这个 还是很有实力的 一个 一个对于美国大学 研究生来说的 有些快决这个软眼好不好 其实笨的就是笨着 CPA考试的过关力去的 因为你其实 会议学是很单一的 或者很枯燥单纯的 所以你就笨着CPA去的 80%通过率还是可以的 很说明问题 智障很高 100%的学生拿到了奖学金 87%的学生 Exam password Mac的学生 87%的学生通过了CPA的考试 100%的学生拿到了 Full Time 2019年 这两年疫情可能 因为很多人也不愿意找工作 失业率 新闻又创新高对吧 所以说的 不是什么 这还可以去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还有去 Mac的项目 还有去 Hydanberg study board experiences 写这种可以去 别的国家去做一个 会计学的一个实践 所以说能多折腾 就多出国 折腾折 好吧 SSB的accredited accounting SSB单独是有一个对会计学的认证的 这很多人不知道 还有一个对商界认证 一个对会计学的认证 只有这档单独性认证 所以这要是 他的会计学单独被认证了 这很说明问题 有很多的 大家知道有很多 SSB的商界里面 他的会计学是没有单独过认证的 会计学没有单独过认证 他只是商界过了认证 所以这个会计学项目 制的很高 好吧 Master Sensing Finance 金融学的课程 主要金融学 主要看他是 看他有没有开 开不同的分支 好像没有 没有 那就比较通识了 因为跨计学其实很大的一个领域 跨设计 Supplied Financial Management 应用金融管理 Financial Analysis 金融分析 Cost Analysis 都比较通识的课程 他也能偏哪些方面 RealEase Investment 房地产类的 投资 Multonational Finance Management 跨国的金融的管理 Financial Engineering 金融工程等等 Global Financial Market 这个开了非常的中规中矩 没有太多的特色 这个金融学 看点Information System 新西化的系统技术 他开着什么课 这也是一个通知的专业的课程 看着 看着学生新西化技术的人 穿的 跟金融学生是不是有点不一样 金融学刚才打的领带 穿的那个 对不对 看 所以Croperies is Freedom to Customer 这三文要求的课程 Database Management 数据库的管理 Information System Assistant Design 新西化系统的设计 和分析 然后再有一个项目 这个地方开的有点意思 Predicted Modeling Predicted Modeling 商业分析的设施效 我感觉往这方面开始准备了 你看这通过这些课程都能感觉到 看多了就能感觉到大家想干什么 Product Management 项目管理类的 运营管理嘛 其实就是 就是MIS 简单来说就是 商业人才懂技术 技术人才 会管理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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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审计 Special Direct Studies 还行 没也没看出太多的聚集的点 反正至少 偏数据 偏科技 没有偏 运营 运营或者说是 供需关系那方面 还是举个纯 开的比较正统吧 纯科技类的 然后我们看这个 Special Manager 这是他们最好的一个项目 应该是 B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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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rn the best Learn the latest B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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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那供应链 开的这个项目 你看这里面要求的课程都多了吧 30个需 Minimum 30 credits Operational Accidents 运营的 高效率运营和 Subvention Planning 工序的 工序的计划 Demand Management Fulfillment 这个Demand Management 需求的管理和 货物的供给 Quantitative Decision Making 量化的这种决策 量化的决策能力 大数据其实就是 Product Management 项目管理 Integrated Business Process ERB System 都拉了 Process 你看通过这些课程可以感觉到跟本科一样偏工业 偏重工业 而且偏物 偏本身的产品的flow 你看它后面背景的仓库 它并不是很 它并不是很偏向于什么 偏向于科技 但如果同样这个专业开的华大开的加州业大学 你会发现它特别的偏科技 偏数据吧 这个地方比较偏 还是重工业 本身是 货物的运输 物流 供需 采购等等的 一系列的方向 商业要打了 看这个脸打了 啊 这个呀 你说我10年以后能不能 供需管理 这个不是太涉及到国际政策的管理 我们看看Fulfillment MBA 这期到短哈 这期大学本身没有什么内容 Fulfillment MBA的项目 全日蓝BA的项目 然后 项目好少 overview 我打开了 项目本身呢 看也能开着什么课程 The full-time MBA program is locked 就被锁死了一步一步的这个课程项 这点是说明了 说明两点 一点呢就是你会跟你一块上MBA这帮学生打成一片 大家都很熟 因为大家所有的都同一时间 实际上给你设置同一时间上同一时间的课程 干同样的时间的事情 但同样反过来也说明这个大学MBA学生可能非常少 所以他没法承担 学生可以自主选课然后教授排不过来的这个压力 十个核心课程 三个选秀课程 我看一眼 Innerable course of financial accounting and corporate finance 基本就是 MBA开门基本所有商专的第一门课程是financial accounting 然后quantitative decision making 数据量化的数据角色能力 strategical analysis and compactive environments operations and accidents 运营的高校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看着中规中矩每个领域基本都有case analysis coast analysis 快选学的方面的课程 global business experiences 带学生去全球的商业的这个体验 全球商业可能会去别的国家或者做项目等等 summer internship带一个强制性的 要求一个学生必须要拿如果两年 如果学生低于两年全日工作经验的话 必须要参加一个实习的经验 那不对啊MBA的学生他们还有低于两年工作经验呢 自相矛盾嘛 是要求至少 平均三到五年工作经验 elective choices 中规中矩 比较感觉比较薄弱 感觉比较 因为没有开出开出什么花和惨的 他有一个anlid的一个一个一个项目的本身的研发的方向 姑娘项目好开心 他就两个好看的姑娘啊你发现没有这大学 great services 看着啊毕业的能力 他这也没明说 但是你看他去了哪些公司这边有 学生毕业以后30%去了咨询类的 然后17%去了financial services 所以看到什么看到了跟 在东西海岸两边的商业呢是不一样的 基本都笨的资情和金融训练 他资情只达了30% 金融只达了17% 这就很说明问题 但你看工厂生产类的占了17% transportation 运输加成类占了4% 典型的中部的 大学的 商学院 他去了公司 Transcentral BBVA 包括coccola Triple A Triple A Triple A 100%的 17%对85% 三个月之后拿到17% 这个能力比较低 应该 好战上线是在95%左右 或者99% 至少90%左右 典型的美国的中部的大学 看看澳北大学这个字 小红楼对吧 阿拉巴马的 典型的阿拉巴马的 阿拉巴马的 典型阿拉巴马的这个感觉 美国中部大洲 然后 他在地底位置 大家看着这美国地图对吧 你自己缩小就卡 然后这是阿拉巴马州 非常慌 旁边其实没有什么 包括Georgia可能人会多点 Atlanta可能会多点 但你看其实距离非常远 他是在这儿 University of 阿拉巴马是在这儿 University的阿拉巴马 是在那儿阿拉巴马大学 是在那儿 Manderson管理学院在这儿 所以这俩 唯一的 就是两个人 还有交汇的 就稍微有点交汇的 道路的地方 有两所上学 这个阿拉巴马大学就够便了 应该属于一个大学城里面 中规中矩 中规中矩 好吧 我把屏幕切过来 然后我给大家再看看数据哈 别着急 今天讲的快 因为大学内容不多 但是我们可以看看 你看 NBA 100分给了39分 US News 然后 Century rate 37.9% 平均的起薪 在家 我靠我没看错吧 怎么这么低啊 我的天呀 这个大学NBA真的是 平均的起薪 就是工资的起薪 再加上bonus 就是给了额外的钱 额外的奖励 才69,742美金 这应该是走到现在 所有的商圈 里面走到70多名了 所有的商圈里面 不是最低的 也可能是倒数最低的 那三个了 这真的是 这真的很低啊 你想 它是起 NBA呀 NBA是有三到五年工作经验的 我给大家举个什么 横向对比的例子 比如说 前15的商圈 或者前10的商圈 管理券 这个值都在 15万到20万之间 或者14万 13万 差一点的 跟利率位置有关系 69,69 这个能力在东西海岸 本科有的学生 学校 本科毕业 都69 但是NBA跟本科之间 差了将近 五年左右的 就两年的学习一个硕士 再加上三年的工作经验 才另外就真的很低 平均本科的GPS 3.31 说明他录取学生压力也很大 没有他说学生报考 平均的GMA的557 这也是非常低的 557的平均的GMA 那基本就不用考了 他这里面给到了全日制的学生 毕业的GM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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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65.5% 3个月以后 只有81.3% 这个也是我第一次看见 在学 在学校期间 MBA的GMA的GMA MBA毕业之前的GMA6开头了 就65.5% 这个能力非常的薄弱 非常的薄弱 包括这个 三个月以后才81.3% 你想MBA 他本身就与学生是有3.5年的工作经验 理论上来说 除非这个学校降低了 招数的门槛 学生可能没有3.5年工作经验就录进来了 要不然这个就业率 或者就业平均工资 是不合理啊 是低的 然后一共69名学生 非常的非常的 也是非常的低 学生量非常少 不是很热门吧 其实说吧 那就是 好吧 跟大家 其实学校里面也没 本身没什么内容可说 这个你看 我就是 我录视频不是故意要加上时间 有些大学真的有很多的点值得我们发掘 很多点值得我们说的 他这个大学 感觉一路看起来也没一种开成特色的专业 也没什么点 本科的公共链确实很强 研究生也能看得公共链一些比较强的影子 也就没了 MBA也没有说太多了 这个科研的中心 或者那个科研中心 或者他怎么自行结合的 这其实是我非常中规中矩的一所大学 但是这个 但是别忘了 74的商界的排名 还是超越了很多 大家经常去的一些 纽约的一些中英大学的分校 包括一些像 各个地方的一些大学 所以说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你去的大学和这个大学的对比 但是我那么一说大家就意识到了 这有74名的大学 其实你看他综合还在74 他的就业工资为什么低 是因为主要是他地理位置的因素的影响 并不是说一定说他的教育质量不行 主要是地理位置的一个因素影响 因为道理很简单 就像比如在亚利三亚这 你一年平均工资 一个中产 挣了一年年薪 四五万是很正常的 四五万都不低了 一个月薪三四间在亚利三亚活得很好 你要在亚利三亚一年能挣10万美金的 那活得跟国王一样了 我感觉 想干嘛干嘛了 但是10万美金 你在纽约 在 在纽约 在洛杉矶 那其实是很吃力的 那其实那其实刚刚够的 刚刚这个中的 所以说地理位置的因素决定了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学生的毕业的就业的工资的标准 这对于很多商业来说 或者管理学生来说 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好吧 今天拿出来 非常非常短的30多分钟时间 有些大学到30多分钟 本块没讲完呢 这个大学从头到尾 讲完来给大家看个图片 给大家说了这个 Auburn University的 Raymond Haber的这个商区院 这是2022年排名第 74名的商区院 好吧 以上呢就本期视频 你如果想得到我个人帮助 跟我进行免费的咨询 跟我进行接触呢 就可以给我发邮件 我的firstsign.lastsign.com 可以通过微信联系到我 pcmchns 好吧 以上呢就本期视频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